刘勇参加科举高中状元 按规矩进前清宫面世 只见他跨过门槛 实行清朝的最大礼节 三败就扣 跪倒在前楼面前 下面就是新科状元吗 科考一家第一名 刘勇谦虚道 皇上设考 意在选取人才 我虽然是科举第一名 但是不敢称自己是第一 果然谦虚的人好办事 站在一旁的和尚 撇立眼跪着的刘勇 鬼点子又出来了 刘勇虽有文采 但形容猥琐 六根不全 实在有所我大清无风范 和尚说吧 乾隆让他转过身子 就要看看 见刘勇果然是个锣管 就让刘勇以自己为题 寄信坐施一手 以你为题 勇施一手 背头负乾坤 胸高满经轮 一眼变中间 单腿跳龙门 单筋辐射计 头脑谢皇恩 高考状元果然名不虚传 一时作罢 和尚也只能信信而归 皇上面露喜色的 让刘勇平身 作为刘勇的未来老丈人 看女婿也是越看越喜欢 自然不能看和尚欺负他 站出来力挺刘勇 这话必见 一大臣上殿起奏 说是俄国使者上书皇帝 启禀皇上 俄武使者 写国书后旨 乾隆则是稳如泰山 教人宣 俄辱使者上殿 俄辱使者上殿 只见这俄使者 举着一个黄色卷轴 走出了六亲不认的步伐 傲慢之意 写了满脸 大臣让他见了皇帝 要下跪行大礼 这使者摆明是看不起 乾隆皇帝 静止走向台前 静都不下跪 直挺挺的举着国书 就要给乾隆看 乾隆则是一脸不悦的 接过国书 没成想这个使者 竟带着俄文鞋的国书 自己又不懂俄文 这可尴尬了 谁来念念 何大人 何大人 大堂下的官员 也没有会俄文的 李帆院赶忙解释道 咱大清只有两位官员 懂俄文 一个告病在家 一个守孝 这可给乾隆气得不轻 而刘庸心想 表现的机会到了 小时候学的外语 能派上用场了 连忙跪下 几十万岁 陈刘庸通 蒙回满藏苗 俄鲁文字 乾隆一看科举状元 惠俄文 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 让刘庸上前来 刘庸也是个实在人 不管国书里写的什么 直接就翻译了出来 这六王爷也在一旁 看着自己的女婿 笑个不停 但是脸上的笑容 逐渐消失了 卷逐上写的是 不打算再给大清进贡了 打算取消一切贡品 威胁之意满满的 猖狂小邦 猖狂 皇上说罢 就询问谁能应敌 六王爷上前 亲自举荐刘庸 刘庸随即便说 小邦失礼 理应强此破坏 打掉他的威风 方能使他 诚狂诚恐 皇上一听 也坐不住了 直接站起来 让刘庸现场发挥 刘庸在 朕命你 当场修书一封 随后刘庸出口成账 一篇文章侃侃道来 大清国弘历皇帝 赵玉俄鲁藩王 本朝应运天开 拂有四海 兵精将勇 故而 小邦比我大清国不过一群 若天兵一将 你邦必留学千里 望而三思 博学多才的刘庸几句话就把乾隆折服了 皇上之前就夸过刘庸文采超群 没想到竟然这么优秀 一听到他现场下的战术 自己也来劲了 当场就让刘庸再给使者说一遍 还专门强调用过俄语 仅一分钟的时间 刘庸就让使者诚惶诚恐 俄使者心想碰到硬茬子了 连忙跪下向乾隆请罪 乾隆看似 心想终于能缓解正的尴尬了 转头大笑 快步坐到龙椅上 你就用大清俄鲁文写过书 遵旨 笔墨伺候 说着太监们就沉上了笔墨纸燕 放在大堂上 刘庸随即耳朵一动 看向和尚 确认过眼神是自己要坑的人 和门门心里咯噔一下 你瞅我干啥 刘庸告状道 上次科举时和大人说自己六根不进 说自己给何大人提削嬷嬷都不配 又说到古有高丽氏为李白脱削嬷嬷的美谈 六王爷肯定是帮自己女婿说话 再加上旁边攻卿大臣们的山坟点火 和门们看不对 立马跪下请示皇上 皇上还是想着 要先置一置额外事 就让何大人委屈一下 皇上指令一下 哪怕和门们再不愿意 也得帮刘庸脱削嬷嬷 可他不知道 刘庸穿的鞋子比较小 就像粘在了脚上一样 怎么拽都拽不下来 看得皇上和大臣们乐得不行 和门门累得满头大汗 转头只见小太监笑得嗷嗷叫 就赶忙让小太监帮忙脱脱鞋 脱完鞋子刘庸还不过瘾 接着让和门替他摸摸 自己则写文给额外事 男主刘庸不愧有主角光环 只见他奋笔记书写完国书 估计皇上此时心里再想 学好一门外语是多么重要啊 今日皇上心情大悦 刘庸给大秦国长脸了 吓推了额外事 又展现了国位 说着就要赏赐些什么给刘庸 最后见刘庸的鞋子有点小 就让太监把自己穿着 比较大的黄靴赏给了刘庸 新科状元刘庸接纸 刘庸接纸 皇上赐你巢靴一双 刘庸谢主龙恩 咱就说乾隆也真会玩的 自己穿着不合脚的鞋子 你给人家穿 这算什么赏赐 但刘庸也没办法 也只能穿上鞋子谢恩 只是他穿上后 异常滑稽 惹得官员纷纷大笑 比刚才和尚给他脱鞋都搞笑 皇上心情大好 则是让他没病走两步 刘庸也没办法 只能照做 刘庸也借着这次 俄诗者来朝一战成名 咱都说人分喜事精神爽 人生四大快事 刘庸一次就战了俩 这不 在中举后 朝堂赢得了皇上的信任 又与格格举办了婚礼 这刚跪下准备走婚礼的流程 太监总管过来传皇上圣旨 新科状元 刘庸接旨 刘庸接旨 奉天承运 皇帝诏曰 新科状元 刘庸 任江宁知府 刘庸也是欢喜得很 咱就说 刘庸的官运也太好了吧 刚C位出道 就当上了市长 这不就是妥妥的小说 男主的励志故事吗 也是实民的羡慕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